葱油鲤鱼 原料是活鲤鱼一条 葱丝 姜 葱 色拉油 精盐 味精 料酒 白糖 高汤 白醋 酱油 白油 将清理好的活鱼 用开水将鱼的两面烫一下 然后捞出 在案板上用刀将鱼的表面黑皮刮去 再将鱼的两面切成斜刀口 再将鱼的两面切成斜刀口 用精盐 味精 料酒来骂味 用精盐 味精 料酒来骂味 陈鲤鱼i 酱油 炒锅内加底油 倒入鱼的圆汁 加入酱油 精盐 味精 料酒 调好口味 烧开以后 将汤汁浇在鱼的上面 把切好的葱丝 码在鱼的身上 炒锅内加入葱油 剂烔锅内入鱼道 和尽 破锅内下 放入鱼的发酵 破锅内关注 放入鱼道 资酒 把葱油烧开以后,浇在鱼的身上 这道菜就做好了 它的特点是口味咸鲜 葱香味浓,鱼肉鲜美适口 我试试试试试试,播剧哋,fil鲜美适口 Kunga, AMD,DK,DK,DK 原浅很新鲜美适口 和语言的虚子 要用语言,对于这道菜 D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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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K 3D copyright,DK,DK,DK 和语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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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 人,语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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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